哈囉 大家好 我們的SAN KUNNINJUO 我是President SAD醬 今天呢 要跟大家來講 這個異國戀的事情 尤其近年的台灣外國人越來越多 然後異國戀就越來越平常了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 還是尤其台日最多 就像台灣的第一美女林志玲 連林志玲都跟日本在一起了啊 台灣江鴻姐也跟福源愛在一起啊 這個...這個不可以說 我自己有非常深刻的感受 覺得台灣跟日本的文化差異非常的大 而且戀愛觀也差非常的多 但是台灣跟日本呢 還是有一樣的地方 就是都喜歡美白 而且不只是男生喜歡白白的女生 是連女生都喜歡白白的男生 對啊 所以我就是喜歡白的女生 以前人家介紹女朋友給我的時候 我第一個先問說看白嗎 蛤 真的假的 欸 就真的 那個台日的男生 都比較喜歡白白的嘛 所以我們女生就變成 很自然而然的就是追求美白 我們開始愛美的第一步 就是美白 我們女生拍照修圖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美白 然後就是把自己都美氣美白 我們攝影師修圖 第一件事情也是要先把它變白 哦 真的哦 真的哦 可見這個美白這件事情在大家 心目中加分很大啊 好 日文教學一下 美白的日文叫做比哈哥 像日本的明星 就是大家舉心目中的女生 橋本環奈啊 星緣結衣啊 也都很白對不對 像黑冰女優啊 大家都喜歡山上優雅 但我個人覺得她有點黑 所以我就沒有那麼喜歡她 在我印象她是白白的耶 我們看的東西不一樣 我可是看得很仔細 就真的我覺得特別是 亞洲一白遮三醜的這個概念 真的比較根深蒂固 因為像烏美的話呢 本來就白人居多 那本來就皮膚白的關係 他們還要刻意去曬黑皮膚 才會讓人家覺得 你好像有錢有閒出去玩 大家都是喜歡那種健康膚色 像是美根福克斯 啊 嗯嗯嗯 那你覺得呢 她是真的還蠻正的 但是就是因為她是小麥色 我覺得她是有點口感 但我可怕 她好嚴格喔 順便講一下 一白遮三醜的日文叫做 色白的日文叫做 皮膚白的日文叫做 色白 超消是一筆勾銷 所以我們都是要很注重美白 但是我會常常被別人說 因為是假你好白 然後你知道怎麼保養 但是我自己呢還是覺得 我是算黑的 因為我自己 要是有主持外景電視節目啊 然後還有你看在我們自己的頻道中 介紹那麼多 到處台灣旅遊 都是外面大太陽 塞一整天的 平常我養殖或交換 也要出去曬太陽啊 所以我覺得 我就是一直都有曬到太陽的 你知道很多外拍model 夏天是不接外拍的嗎 啊好像有聽過喔 因為變成說你去接了這個工作去外拍 但是你要花錢美白回來的這個成本 可能都虧了對不對 就是女生要美白回來的這個功夫 時間金錢 也就是非常高成本的 而且我自己也覺得隨著年齡啊 就身體代謝的速度 你變白回來的這個時間會越來越慢 因為我真的常常被身旁朋友問說 我都是怎麼保養的 這邊跟大家分享兩個我覺得超級有用的方式 一個是體外然後一個是體內的方式 就我靠這兩個方式呢 讓原本我是要花一年才會擺回來的人喔 就是只花了三個月 就讓我擺回來 那第一個就先講體外保養的部分 就是這個 登登 我的台灣愛牌貝果娜 啊等一下 等一下 沒關係 它這個玻璃很堅固的 哈哈哈哈 它沒事沒事 它叫360度光束淡斑美白精華 它很厲害喔 是標榜兩週就能光束美白 兩週就直接白一個色號 怎樣 它立刻白 哈哈哈哈 然後 我有實驗給大家看 你看喔 我的這隻手是有擦的 而且我才擦 7天而已 這兩個手臂 整個明顯擦好幾個色階 你睡覺的時候把這隻手放在床外 就是我每天保養的時候 我想說欸我就是實驗一下 就是塗臉 然後只擦這一隻手 然後這一隻都沒擦 我很喜歡它的一個地方 就是它可以舒緩泛紅 因為我自己呢 我這邊都是紅的 我常常都會在台灣人說是蘋果臉 那個紅啊 是紅的像 芒果一樣 不是蘋果 芒果 我第一次在說長得像芒果 然後它可以阻斷黑色素啊 然後增加代謝 真的就是剛剛有講到 年年你的代謝會越越差嘛 這個很重要 那我就可以幫你還原美白這樣子 哦對而且它這個啊 很多人會覺得美白的東西 好像只能晚上擦 白天不能擦 這個它也可以早上擦 然後我自己第一次用的感覺呢 是覺得 欸它一圖就真的很有感 就像你去醫美換副一樣 會有一種那種點點刺刺的那種感覺嗎 這個微微的刺激感 會讓我覺得 欸感覺可以白得很快 但我如果擦什麼手背啊 全身 欸就都完全沒感覺 而且我真的很喜歡 它這個包裝啊 有夠可愛的 我覺得真的很 很有那種猜禮物 那種很驚喜的感覺 而且因為它真的是台灣的品牌 所以我都會送給日本的朋友 就是當台灣好伴手禮 你不要超驚喜的啊 這直接掉下去了 哈哈哈哈 因為它是台灣的品牌 就是好品質好成分 還有用那個什麼珍貴的法國植物萃取 可是呢 就是可以用 專櫃的幾乎一半的價格就可以買到 我覺得這個 CP值很高 而且就一下就瞬間吸收了 然後也有那種舒服的味道這樣子 然後啊 因為這種東西 就大家都會覺得 欸捨不得用嘛 就是都只塗臉 但是我在日本看到 有一個超級聰明的 保養全身 美白的方式 就是這種 那個身體乳液嘛 你就去 加幾滴這種精華 因為這樣子的東西 你如果每天擦身體 全身的話 你會心疼嗎 但是你就是擦在這種 身體乳啊 它就可以這樣子 把你就擦全身 你看我這樣子 我整個這邊全身 我覺得就是 都可以這樣子擦 大家知道嗎 我覺得這個方式呢 真的是非常實惠 就真的大家很推薦試試 好 那這個是體外的部分 那第二個 我的體內保養呢 就是 番茄汁 我發現很多台灣人 沒有在喝番茄汁 當健康保養 日本很多 因為就是生過病之後 我都開始超級注重 養生的人 就是大家可能有看過我以前的影片嘛 然後我就是 因為研究了很多這個健康 我就每天都有喝番茄汁 我一開始喝番茄汁呢 就真的因為是生病 然後我想要讓我自己健康 然後什麼抗氧化 然後抗發炎 這個抗發炎超級重要的 我是因為想要有 它的這個抗發炎的功效 所以我就是幾乎每天都喝這個 無糖無鹽 100%的這個番茄汁 結果意外的 我發現它有美白的功效 然後我還去查哦 然後誒 番茄汁 トマトジュース 有美白的功效嗎 誒 也是有 還有一點就是如果你害怕這個的話 你也可以加熱喝 加熱喝更核心 沒有 就加熱就變成像番茄汁一樣 因為我幾乎就是每天早上就是喝 而且早上喝吸收也特別好 就是這兩個方式真的大家試試 就是擦臉擦全身然後喝番茄汁 回到今天的這個主題 今天講到日文 色白就是皮膚白嘛 如果是皮膚比較黑的 那日文就是 色黷 呃 女生喜不喜歡男生比較白這件事情呢 台灣跟日本我覺得好像有一點不一樣 先問問這個台灣 你覺得站在台灣女生的角度 白的男生會比較有心靈或加分嗎 可能找個20年30年 大家可能就喜歡白淨淑身 哦 林志穎 哦 現在 女生喜歡的男生好像都要有一點有黑 哦 像瘦子啊 或許台灣的女生現在沒有特別追求 男生好像要很美白 但是呢 你們肯定會很驚訝 在日本白白的男生很受歡迎耶 我就去查了一下這個問卷調查 欸 我看到這個數據我也嚇到 像那個圖就是對於20-30歲的日本女生 問他們說會不會比較喜歡膚色比較白的男生 居然有高達73%的女生都回答 比較喜歡白白的男生 欸 比較喜歡有黑的 色黄的方法 這邊寫21% 然後A都可以6% 然後這邊就寫 然後這邊就寫 日本女生為什麼有很多人都喜歡皮膚比較白的男生 就大概可以整理四個點 第一個就是清潔感 讓人乾淨的感覺 第二個 感覺他是比較宅家的 然後好像是一個比較認真的人 讓人有安全感 第三點是 優雅 欸 看起來會比較溫柔 有一些日本女生會覺得說 皮膚比較黑的男生看起來比較可怕 白白一點的人看起來比較友善 欸 這個感覺我真的有耶 就這個是我覺得是台灣人沒有的感覺 尤其是那種有特別去曬黑的男生會覺得 看起來有一點可怕 就我覺得台灣人會覺得看起來好像很陽光 就是當然我覺得有這樣的這個成分 但是 這個一線之格到底差在哪裡 我也很難形容 然後第四點呢 是 很會打扮 會讓人覺得喔你好像就是會保養自己 然後有在注重外在 有在整理自己的人 這四點是不是台灣人 就有點不太一樣嘛對不對 對 嗯 然後除了這四點之外呢 我自己個人覺得 他有一點是 就寒流特別流行 我覺得也有關係 你看寒流的 每個韓國男生 皮膚都超好超白的 不覺得嗎 反正男主角一定都是白的 男女主角都會找白的來當 對 就是超級白 這裡有些男生沒有毛孔 然後超級白 超級透明感 就是常常我覺得都比女主角還要白 好厲害 那以上是今天的分享討論 大家對於異國戀 還是對於這個膚色 黑還是白 美白有什麼 看法也歡迎留言討論 跟我們說 因為我也真的很好奇 每一個不同文化的大家的感受 那我們還有其他的類別影片 也歡迎看看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還有Facebook和Instagram 就是常常在分享這個台日的資訊 也歡迎追蹤 那我們下一集影片再見囉 掰掰